这两天也有同学问我学新概念到底过不过时 这个问题其实很容易想清楚 看看我们的语文课本再看看世界各国的语文课本 其实里面大部分都是旧文章 咱们上学要读主训 美国人上学也要读马克吐文 这一点世界各国都一样 那么为什么有人偏偏担心30年前的新概念过时呢 其实是因为他们没分清楚不同类型的课本的概念 各国的语文课本 咱们的英科院校的英文课本以及新概念英语 它们都是综合性教材 而不是像出国口语几百句 雅思词汇几千个这种专题性的 综合性教材的根本目的呢 并不是教会学生哪些词哪些表达 这些只是表皮 更重要的目标是让学生获得骨架和血肉 也就是搞清楚这门语言的逻辑 领悟到这门语言的审美 是为了学生最终能够造出正确的句子 写出像样的文章 而这个目标呢 跟语料素材的新鲜度 并不是成正相关的 甚至还有可能是负现观 也就是在全球化的时代 每一种语言都时时刻刻地 受到其他语言的侵入和影响 反倒是老一点的素材 常常更能体现一门语言 区别于其他语言的思维特色 也就是更能启发学习者 对它的语感 至于现实层面的所谓 过时词汇 过时表达 老实说这也不是我们应该担心的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当你去了外国 当你跟外国人交流的时候 你才是外国人呢 在当地人眼里 你顶着一张外国脸 你说出什么样的英语 都不会让人觉得违和的 你偶尔蹦出两个旧词 当地人可能还觉得 已经老外有底蕴 尊重他们的文化呢 所以即便是对于现实的需要 用词信不信也不是问题 句子的组合逻辑对不对 能不能让当地人正确理解 这才是问题 除非你只是临时想学点简单干货 比如下月要出国旅游 你先学一下怎么问路 怎么点菜 怎么买东西 或者你的英语已经相当溜了 现在只是想要跟上潮流 融入当地的圈子 那你可以尽量去学习新的素材 否则呢 如果你想要的是更长远的 是自己的英语水平的全面提升 那选教材就不是看新旧的问题了 感谢观看